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11月21日 自從以色列巴勒斯坦發生了戰爭之後 我就開始了解一下 希望了解一下他們矛盾的根源 然後就開始讀古蘭經和舊約聖經 讀起來的時候當然有很多疑問 很多難題 我請教了我的牧師朋友 他轉介了給一個神學教授去解答我的問題 這個星期也多次跟他討論請益 也獲益良多 與此同時我自己也去了大英圖書館查經 查教會的一些文獻 對宗教了解多了一點 這是很有趣的 因為大英圖書館收藏了很多原始文獻 我相信除了梵蒂岡之外 大英圖書館應該是最豐富的藏書地方 其中我就看地圖 看教會的地圖 譬如說這幅是十一世紀教會的地圖 是用法文寫成的 這個地圖是一個圓形 畫得挺漂亮的 這個圓形的頂上 你看到有兩個人 一個是阿當、一個是夏娃 然後旁邊有一條蛇 就是伊甸圓 你看到蛇在教會的地圖都是一個O字 他們不是假設這個世界地球 他們是地平雪 假設這個世界是一個圓形的平面 然後圓形平面最頂就是伊甸圓 伊甸圓在哪裡呢? 他們根據《聖經創世記》的解釋 就是有四條河的 四條河有兩條已經不知道在哪裡了 有些人就說可能那兩條河是經過大洪水改了道 或者是沙漠化淹沒了 但是有兩條河我們是知道哪裡來的 就是佑法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 這兩條河就是近東和中東的河流 兩河中間又合稱兩河流域 就叫米索不特米亞 米索不特米亞是人類文明最早的開端 現在我們知道的蘇美爾文明就在那裡開始的 距今五千多年前 已經有文字 已經有泥板 已經有神話故事 創世的故事 有法律 有宗教 有數學 而人類的農業 都在那裡開始的 人類的農業 現在我們知道是一萬年前 就開始在中東半月灣發展了 就叫做農業革命 而中國可能晚一兩千年就發生了 這個農業革命 印度也是差不多的時間 所以人類的文明最早期就在中東近東 最早熟的一個文明 所以他們在十一世紀的時候的地圖 就認為伊甸園就在近東 近東在哪裡呢? 就應該在以色列以東 以東至敘利亞 土耳其 或者是到伊朗中間的地帶 這就是伊甸園 當然跟我們現代考古學 或者人類學 就認為人類 我們是人類 我們叫做現代智人 不是尼安德塔人 不是丹尼索瓦人 我們是尼安德塔人 和丹尼索瓦人混種出來的 但是主要的基因是來自非洲智人 所以如果用現代的考古學 人類學的解釋 就可能是非洲才是人類的開始 但是十一世紀就認為 是近東了 至中東 這幅是地圖一 地圖二 這幅也挺好看的 就是那四條河 然後這是地平雪 教會就很長時間 將一些主張非地平雪的人 殺死和燒死的 教會是權威 你挑戰權威 譬如說教會在公元二世紀三世紀開始 主張三為一體 所以有很多非主張三為一體的中派 是被燒死的 其中有一些被逼流亡了東方 還有一支 在唐代的時期流入了中國 叫做警教 所以教會長期有權威的解釋 四福音書之後 權威解釋了 認為其他的經書就是刺經、毅經 刺經、毅經那些主張又會被迫害致死 但是教會的解釋是經常改變的 譬如說 莫特拉的馬利亞 在公元五世紀開始 就由當時的教宗 定義她為妓女 就說她是聖經中耶穌提到的妓女 結果說了千多年都以為她是妓女 直至到本督 最近的教宗 才幫她平反 說其實沒有證據證明她是妓女 所以由此有一件神學的解釋 是不同的世代 有不同的定義 不同的宗教、政治、經濟的考量 而作出的說明 這幅地圖也是一樣 這幅地圖再做些事情 九世紀 你會發現很多地方有一個O字 這個O字就是Oriental 東方我們現在看到的O字 是一個紙巾 因為他們認為世界是圓形 而是平的 而世界頂 譬如說這幅地圖裡面看到的 Asia 這幅是用拉丁文寫的地圖 Asia 是頂 即是創世紀裡面的地方 是來自亞洲 以色列 以及敘利亞 約旦河 附近的地帶 這就是伊甸園的起源 然後下面有Europe和Africa 當時教會的人 當然不知道這個世界還有新大陸 也不可能知道有澳洲 大洋洲 紐西蘭這些地方 亞洲很多地方都不清楚 所以他們就畫這幅地圖 這是神學的解釋 但是神學解釋是變得很快的 而神學解釋 我自己認為要尊重 因為很多時候神學解釋 是透過祈禱的經驗 而不是透過考古學 科學去解釋的 祈禱的經驗是超自然的東西 是一個很個人的東西 你用外在的東西去否定它 是沒什麼異議的 譬如說我之前跟大家解釋過 《摩門經》 《摩門教》裡面有一個經書叫《摩門經》 《摩門經》 它提到新大陸的人 是從歐洲搭船去的 有指南針 有羅盤的 我十幾歲讀的時候 已經發現不對勁了 因為指南針應該是中國人發明的 不可以這麼解釋的 後來再發現了 我們知道人類的基因 的圖譜 新大陸的原住民 其實是來自西伯利亞經白領海峽走去的 不是歐洲人 是西伯利亞的人 西伯利亞人的基因 和蒙古人的基因應該是接近的 所以由此可見 印第安人的祖先 基因和蒙古屬種 應該是一致的 或者是接近的 跟歐洲人、歐羅巴人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你發覺《摩門經》裡面說的那些東西 其實不合乎考古學和科學 歷史學的證據的 但是有些魔門教徒跟我說 雖然覺得那些東西是沒辦法符合到的 但是他透過祈禱 證明魔門教是真的 聖靈感召了他 當然他透過祈禱 我們不可以用科學去否定他 因為他祈禱是一個神秘經驗 神秘經驗科學是無法解釋的 科學解釋是一些現實經驗的東西而已 當然你可以用神秘經驗說 那些所謂的聖靈 其實是心靈空虛 心靈畏直 但是這些只是一個理論 他沒有辦法肯定 或者是沒有辦法否定的 所以是這樣 我最近請教了一位牧師和神學家 他給了我很多資料去閱讀 我亦認識多了 同樣道理 有些人意圖去肯定或者否定聖經 用科學、考古學、歷史學 去肯定聖經 即使是很多很有名的歷史學家、科學家 他有宗教信仰 他也是這樣的 譬如說這裡有一個杯 如果你真的認真的科學研究 你就會用杯去說明 那件事情到底是真還是假的 或者傾向真還是傾向假的 譬如說有人說屈原來同性戀 屈原來同性戀 如果這個講法是真的 我們試試找材料 譬如說他裡面有很多比喻 說自己是美女 楚懷王是美男子 但是不再喜歡自己了 我們就塞一些材料到杯裡 你發覺只有一成的資料 證明屈原是同性戀 但是有九成是沒辦法證明的 我們得出的結論 屈原是同性戀這種說法 是不能證實 無從判斷 但是如果有了前提的人 就不會這麼說的 有些人說屈原一定是同性戀之父 這個端午節是同性戀紀念日 他無論如何就塞一些材料 即使不夠他也肯定會結 用這個方法譬如說研究下潮 我就解釋過下潮到底有沒有存在 是沒有足夠證據的 他現在有些材料可能一兩成 但是有了一個前提的人就說 以理頭就是下潮了 下潮是存在的 所以以理頭就是下刀 那麼他就滿了杯子了 他自己幫他填滿了 三星堆 習近平就說中華文明是多元一體 所以有很多大陸學者就說 三星堆就是古熟國 那麼歷史書 華陽國志那些有古熟國的資料 李白的熟悼蘭都有古熟國的資料 但是問題是三星堆是不是就是古熟國呢? 他們的位置是相近 年代可能是相近 但是沒有任何證據證明三星堆是古熟國 但是他們也得出了結論 同樣道理 有很多的教徒就認為聖經是真實無誤的 聖經是神的話語 是歷史書 現代人你自己讀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釋 創世紀裡面有一句 就說 上帝就說夫婦而人赤裸身體 也不感到羞恥 我太太的解釋跟我的解釋也不同 我太太的解釋就說 這句應該是一個隱喻 就說夫婦而人赤裸身體 就是說沒有私隱、沒有秘密 都不會感到羞恥 當然我認為我太太這種解釋很合理 我最早看她的時候解釋說 是不是結婚之後可以不穿衣服在家 到處走來走去都不覺得羞恥呢? 即是同一句句子 你不同人有不同的定義 譬如說 聖經裡面說到六天創造世界 那這六天你可以解釋二十四小時就可以了 可以解山中方一日 人間二億年就可以了 你有不同的解釋都可以 必然是可以解釋到的 所以現在神學裡面有一種說法 因為根據聖經的年譜 聖經故事不應該是很久的東西 聖經的年代不應該是很久的東西 但是跟我們現在科學的解釋 地球 以講幾十億年計 宇宙是講以百億年計 是矛盾的 不合理的 那麼神學自然有它的解釋在裡面 今天我就要處理這些事情了 我神學家的朋友 他回應了我 他是神學教授 他就說 這個聖經裡面 其實可以分為很多不同的典席 不能夠用科學、歷史學去判斷 因為聖經現在 一百多年前大概有一個理論 JEDP 有四個版本而已 舊日聖經 《摩西五經》 似乎不是摩西的年代寫的 當然了 歷史上有沒有摩西 沒有證據支持 現在考古學支持不了 以色列人曾經大規模在埃及做奴隸生活 沒有證明到的 而你發覺 聖經裡面 譬如說耶典 耶典裡面是稱呼上帝為耶和華的 但是新典就稱呼上帝為上帝 即使是英文版、希伯羅文版 都是如是解釋的 所以我這個神學家的教授朋友 他就說 他認為最好的方法就是用維根斯坦的理論 叫做Language Game 去解釋聖經 聖經不是歷史 不是科學 也不是文學 也不是神話 是一種神學的宣告 不能夠用以上的規則 去限制聖經 用自然科學 新證據互相排斥 是不行的 教會也不能夠去排斥科學 而我的牧師朋友的解釋 我覺得也很好 他就說聖經是以色列人 以及上帝的契約 當然會用回以色列人 在那個年代 二千多年前 文化水平 他們的語言文字去表達 是合理的 所以其實聖經是一本訓戒書 或者可以解釋聖經是一本勸誓書 所以聖經裡面透過那些語言故事神話 是在講神和人之間的關係道理 而不是一個歷史文獻 但是偏偏有很多教徒 就當了聖經是歷史文獻 然後去挑戰科學 或者 反過來 他當了是歷史文獻 然後就找考古學 人類學 去論證聖經的權威性 是歷史文獻 我就要用文獻學的標準 考古學的標準 歷史學的標準 去討論這件事情 討論出來的時候有很多很有趣的地方 我讀了很多很有趣的地方給大家看 《聖經創世紀》裡面的第四章 那人和他的妻子阿當和夏娃同房的懷孕 生了該人 然後 耶和華又使我得了一個男孩子 又生了阿伯 阿伯是牧羊的 該人是種地的 這裡就是一個問題 如果聖經是歷史書 就是這個故事就由牧羊和該人種地的故事開始 我們現在考古學 歷史文獻 我們大概知道了 什麼時候人類才有種地呢? 就是一萬年前左右 一萬年前人類才開始種地 在中東兩河流域中間就發生了農業革命 中國稍晚兩三千年 就有農業的開始 就是聖經創世紀的故事不應該在一萬年前以前的 在一萬年前以內的東西 而阿伯就是牧羊 牧羊應該在差不多時期 因為我們現在知道最早唇化的動物就是狗 狗應該是一萬五年前左右 從狼去唇化出來的 同時期就開始唇化到豬了 農業出現了就開始唇化豬了 將野豬、生豬變成了家豬 所以中文的家庭的家字有個豬字在裡面 是農業社會開始之後才有的東西 就是大概距今七八千年左右 牧羊也是差不多時間的 就是該人和阿伯的故事 應該是一萬年內發生的事 但是這樣就跟我們已知的地球的發展是矛盾的 甚至乎跟農業革命史所記錄的資料也是不相符的東西 當然我聽過一種神學的解釋很有趣的 他就說 這個聖經裡面是普世的 有些普世計算一下都是五六千年而已 或者用我剛才的解釋 農業出現就是聖經創世紀的開端 這個阿當夏娃家庭的第二代 就是一萬年左右 但是地球數十億年了 而現代智人也在講幾十萬年 尼安德塔人 或者是丹尼索瓦人那些也十萬八萬年了 就是不合乎科學的常識 不合乎考古學的常識 有一種神學解釋可以這麼說的 因為上帝創造了阿當 他不是創造一個阿當的寶寶 上帝把阿當的肋骨拿出來 創造夏娃 夏娃也不是寶寶 上帝可以創造一個成年的阿當和夏娃出來 同樣道理 上帝也可以創造一個成年的地球出來 就是說他一萬年前上帝創造了地球 但是地球創造出來 地球已經有數十億年歷史了 是可以這麼做的 當然你這麼說也可以解釋的 一定解得通的 你用平衡宇宙的解釋也解釋得通的 上帝伊甸園裡面的地球是我們的地球 但是這個時空是一個平衡時空 所以你就不可以用我們現在挖出來的資料 去推翻聖經裡面的故事 因為雖然是同一個地球 但是不同時空 你也可以這麼解釋的 假設這個地球是同一個地球 假設這個時空是同一個時空 聖經創世紀的故事 就應該在一萬年前農業社會發展開始 好,這是第一件事情我發現到的 第二件事情我發現到的 就是聖經伊甸園以外應該是有人的 該人殺死了阿伯 為什麼要殺死? 就是因為住在伊甸園的該人和阿伯 是要獻祭給耶和華的 獻祭什麼呢?該人是種地的 他就是農作物 獻給耶和華 但是耶和華似乎不是很欣賞他的農作物 他喜歡阿伯的羊 以及羊織 耶和華似乎喜歡羊多於喜歡食齋 然後他就很生氣了 很生氣後來他殺了阿伯 在田裡面 這就是聖經裡面第一個謀殺的故事 但是後來他就懲罰他了 要他離開伊東 伊甸園去伊東 那麼各位人就說 罰得太重了 你如今驅趕我離開這個土地 以致不見裡面 住不了在伊甸園就見不到耶和華了 我必流離飄蕩在地上 凡遇見我的必殺我 這個世界除了該人阿伯 就是阿當家族以外 應該有其他人 當然也可以解釋 阿當夏娃是生了很多人出來的 生了很多人出來 可能那些兄弟姊妹會出去追殺他 那些孫兒會出去追殺他 都可以 但是這裡也保留了一個可能就是 伊東以外 伊甸園以外的地方 還有其他人住在那裡 而那些人到底是什麼人呢? 是不是尼安德塔人呢? 應該不是 因為考古學告訴我們 現代智人和尼安德塔人 是幾萬年前相遇過的 後來融為一體 但是有農業之後就沒有了 有農業之後只有現代智人 這個人種而已 然後該人又有妻子 這個妻子是不是在伊東以外認識的妻子呢? 有機會很大 否則的話 就在伊甸園以內的兄弟姊妹 就是那些兄弟姊妹的亂倫雙親 這個當然也有可能性 早期的神話或者歷史也是 比如說古羅馬、希臘 或者古埃及 都有大量亂倫 他們認為亂倫才會純種 因為純種才能夠保持皇室的正統 也有可能 但是從這一段也估計 不能夠排除 根據《聖經》的邏輯 伊甸園以外是有其他人 做了妻子 而做了妻子之後就生了以樂 所以就有一個城 就叫做以樂城 應該是很多人才能夠住一個城 否則他生了一個兒子 沒理由幾個人都住一個城 所以根據《聖經》這個邏輯 應該是外面有人的 就是上帝創造阿當以後 可能又創造其他的家族 創造了很多很多人出來 因為根據我們的考古資料 一萬年前地球真的住了很多人 世界各地也有很多人 不僅是在非洲 不僅是在近東才有人 世界各地也有人了 所以 如果《聖經》是歷史書 你就只能夠 假定《聖經》是一萬年左右的故事 做了羅雅方舟出來的 那就是一定是在這一萬年內發生的事情 大問題了 一萬年內發生的事情 在羅雅方舟裡面 全部都一功一武 就帶進去方舟 要保護他的生命 因為上帝要做一個大洪水出來 要滅絕地球的物種 這個地球大部分的物種 不論老友 人類也是 不論老友 懷孕、嬰兒、鞋堤 全部都會被滅絕 在這個大洪水裡面 但是全部放了一功一武 七功七武 上了船 當然你可以解釋 有些人說 船怎麼可能會這麼大 放了地球所有陸地的物種下去 你可以解釋的 那個船好像《多拉A夢》的肚子裡面一樣 是有無限大的 船是這麼大而已 但是裡面有無限大的 你當然可以這麼解釋 但是如果這個解釋是真的話 就是現在我們世界上看到所有地球的物種 都是一萬年內發生的事情 就是說我們如果找狗、貓、兔子 他們的基因 最多可以上推一萬年前左右而已 否則的話 你會發覺 他們的基因如果不是上推一萬年前左右 大洪水就不會在一萬年內發生的 理不理解了這個道理呢? 因為基因族譜裡面可以看到他們的父系和武系的祖先是什麼人 如果他們全部都是一公一母的 那就是他們的基因祖先就是一萬年內 是不斷地衍生出來的 很多化石都知道這個地球的物種 在恐龍時代以後其實是沒有大規模絕種過的 恐龍時代以前就有 恐龍時代以後是沒有大規模絕種過的 即使經歷過這個冰河時期 那些物種仍然都在那裡的 不是在大洪水以後的基因繁殖出來的東西 所以由此我看到羅亞方舟的故事 用基因學、考古學、邏輯學 是推理不到出來的 這個涉及大洪水的故事 還有很多人比較蘇美爾文明 都有大洪水的故事 巴比倫的文明 都有大洪水的故事 也有荒舟的故事 其實中國也有 會不會 其實大家的文明是互相影響到的 或者 反過來想 因為 巴比倫也好 兩河流域也好 中國也好 他們的文明都是農業發展的 農業發展出來 農業最怕就是洪水 最怕就是氾濫 所以他們就會生出很多關於洪水的恐慌故事出來 而有一些神話傳說 而這些神話傳說也互相影響 因為我們知道吉爾加美十 大概四千多年前已經成書 吉爾加美十史詩 就是巴比倫的史詩 四千多年前成書 而現在我們知道的《聖經舊約》 《摩西五經》 大概在公元前五六百年左右成書 這個很可能就是巴比倫之仇 以色列人、猶太人 因為成為了巴比倫的奴隸之後 吸收到他們的神話故事 而發展出來的 從文獻學的角度可以這樣理解的 因為如果你說大洪水是這一萬年內發生的事 那麼我們就會找到證據 必然找到證據 一個普世的大洪水 怎麼找證據?很簡單而已 向泥土下面掘就能夠掘到的 尤其是在沙漠地帶 向泥土下面掘 但是不會我們在泥土下面掘 掘不到全球性的洪水的記錄 因為如果你向下面掘 你就一定會掘到淤泥 然後根據淤泥 探測是屬於什麼年代的淤泥 就會得出有沒有全球的大洪水 而事實上證實 在過去人類幾十萬年來 我們是沒有全球的大洪水發生過的 局部性的大洪水是有影響過的 隕石撞擊導致的洪水可能也有 但是那些只是局部性而已 現在科學只能夠發現到不同的河流 經常都會發生洪水 有大小洪水的出現 所以那些大洪水的神話 很大機會就是 住在河流周邊的一些民族 對於洪水的害怕 想像產生出來的故事 否則的話 土休下面一定是找到 淤泥的紀錄 所以現在的神學家都修正了 修正了就說大洪水應該不是全球的 是局部的 是中東的 是半月灣的 是波斯灣的 現在似乎 科學家有一種新的說法 所以譬如說現在流行的一些科學研究 就說羅亞的洪水 可能是HAPPENED 但是不是全球性的HAPPENED 只是中東地帶的一些洪水 因為發生過這個洪水之後 當時的民族 包括蘇美爾民族 後來的巴比倫 他們的民族 就記錄了這個洪水的故事 然後就產生了一些想像 而這個想像就影響到公元前五六世紀 猶太人 在巴比倫之籌的時候的一些神話故事 最終就創造了這個創世紀大洪水的故事出來 現在科學的普遍的支持就是如此 但是證明 我一開始所說 就不能夠用科學 去否定這個宗教 但是又偏偏有很多教徒 是科學家也好 歷史學家也好 或者神學家也好 就試圖用科學 考古學 文獻學 去支持這個宗教的真實 假設他的真實 也可能是平衡時空的真實 如果是同一個時空 你發覺太多內容 是不能連貫的 所以我就視這個宗教的書為一種勸誓書 或者我的牧師朋友 他視為一個訓誡書 我一位神學家的朋友 他回應我 視為一個神的宣誓 這個意思就比 視聖經或者其他宗教書 是歷史書 是合理很多的 好 那麼我讀創世紀的資料的時候 就產生了這兩個看法出來 第一就是伊甸園以外 如果從邏輯就應該有人的 第二就是羅雅的大洪水時代 根據伊甸園這種推論 就應該在近代發生的 但是問題是近代 近幾十萬年 並沒有產生過全球大洪水 或者就算幾百萬年都沒有 如果阿當夏娃是我們現代人的祖先 這不應該是遠古大洪水 不應該是遠古時代 不應該是恐龍時期的一種大洪水 應該是最近一萬幾千年 或者最近幾十萬年的故事 所以如果是這樣推論的話 就似乎是在農業社會周邊的民族的想象 就多於真實發生過大洪水這種說法 好了 今天講到這裡了 希望大家喜歡 這些題目可能會少人看一些 希望大家可以手動支持 如果繼續想我講這一類型的題目的話 就請你在下面留言 給個like、subscribe、share 或者我說的不好的 請大家指正一下 OK 今天講到這裡 多謝